歡迎收看容易工作室頻道 我們有容易線上看樓 香港人在大灣區生活 樓市分析 退休生活 美食探店 內地裝修攻略 家屍求物 大灣區創業等優質欄目 立即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馬上去片 灣區生活知道多些 Mango告訴你 今天很開心邀請Alvin和我們聊一聊 Alvin在中山已經做了很多年的生意 主要是做哪方面的生意 我現在專門做跨境電商培訓 跨境電商培訓 據說太太也是在中山 太太在中山吃的 都是來到中山認識的 來到中山認識的 所以無論是事業還是家庭 都是在中山創立 所以在這部分 今天我們特別想採訪一下 Alvin這邊 你對於中山整個生活的環境 創業的環境 還有現在很多年輕人回來這邊 假如從香港選擇回來大灣區創業 有甚麼建議 大概的這幾個問題 都想代觀眾朋友去問問 中山這個環境 我覺得作為一個香港年輕人 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去做起碼踏腳石第一步 畢竟中山都是講很多廣東話 普通話 變成你不需要去到其他城市 深圳除了羅湖講廣東話之外 其他也有講普通話 還有飲食和生活都比較輕鬆 不是太高節奏 所以我也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可以當作一個香港人 這樣落腳 生活環境應該是跟香港差不多 可能各方面 輕鬆很多 舒服很多 輕鬆很多 便宜很多 樓又便宜很多 樓又便宜很多 住又便宜很多 又很舒服又很輕鬆 本地來說 很多東西其實都很方便 這邊來說 中山來說 都是越菜為主打菜 食物又不算太辣 如果有些人擔心辣 各式各類的菜 有印度、泰國、西式 很多種菜都有 而且你公司在這邊 又是做跨境電商 就會跟這邊很多的實業 企業會有很多的打交道 你覺得其實中山這邊的 實業發展情況是怎樣 中山實業的基礎 都比較強的 特別是輕工業 但是我們發覺 中山實業來說 還是用比較傳統的經營模式去做 所以我覺得 用一些比較先進 新的模式去 可以進入這些公司 而他們肯接受 我覺得發展前景是非常大的 中山很多企業 就算是做外貿的 都是很廣交會 用傳統的形式 就是很依賴廣交會的模式去做 現在越來越走的 就是走近阿里巴巴國際站 那些東西 但是雙方去到跨境電商 例如Amazon Mercado Libre Ebay Ebaye Ettacy 那些新的平台 但是有一個空白的地方 在裡面 而這些我覺得 如果是 比較國際事業 比較強少少的年輕人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打入這個地方 所以這就是你強項的地方 就是把這部分的業務 引進到中山 用這個新的模式 對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現在我們去Alvin的團隊 看看 也想了解一下 香港這種新的模式 來到這邊 已經很成功地發展了這麼多年 也想聽一下Alvin 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麼成功的生意模式 還有這邊其實可以利用到的一些資源 可能是很多香港的朋友 不知道 原來這邊是有這樣的資源可以利用到的 現在來說 這個孵化基地的人 可能介紹得更好 他們都有很多扶持 以及設備來說 都比較完善 例如有咖啡 然後有會議室 這些都是可以用的 基本可以用 他們去申請 香港這方面的跨境電商的人才 會比中山這邊的感覺上更多 因為你發展了這麼多年 無論是經濟或貿易也好 其實香港應該不缺這方面的人才 我覺得香港來說 都是喜歡去商場買東西 不是很依賴電商買東西 我是一個習慣的問題 香港可能有幾個團隊玩Ebay比較多 但未聽過任何團隊去玩亞馬遜 不是嗎 亞馬遜這邊我們做到 真的沒有 可能這種氛圍 我未見過我問過 對 可能這種氛圍不一樣 對 這邊是 這邊是我們的團隊 我們的調研團隊 最近有些新同事過來 做培訓類的事情 調研就是數據方面的 我們就是調研兩樣東西 一個是教法 一個是玩法 因為我們現在是專心 對中尊學院的學生 對於香港來說 有沒有類似這個名字的學校 中尊未必香港的朋友會理解 是甚麼 中尊大約是16至18歲的 職業學院的年齡段 香港有這樣的職業學院嗎 真的不知道 你問得好 好像有 我猜會否在這邊才會比較 也不是 我知道澳洲有 澳洲都公年宣 可能香港的情況是怎樣 我這個就真的不知道 但沒有理會 可以上學去 為何我們特別選擇這個階段 一就是提供性價比比較強 第二 我自己出了幾個不同的Excel工具 或者不同的工具 可以做到接近不懂英文 都可以寫英文出來 所以就變成我們用工具的東西 去做到一個性價比比較強的一個人 先派遇了語言這個障礙 這個障礙現時的技術是越來越成熟 我們幾年前 我們差不多五六年前 做歐洲站的時候 歐洲除了英國是說英文 法國是說法文 德國是說德文 小語種國家 所謂小語種國家 我們兩三個人經過翻譯軟件都可以做到生意 所以都不是說太過複雜 不是說做不到的事情 或者我們走到那邊看看 其實阿芬在這邊等於用中山的資源做全球的生意 是 其實模式就是這邊是做調研 那邊的團隊是做哪方面的事情 那邊我們是做企業生的事情 他們有電話營銷和其他類似的東西 那邊就是招心 還有見客 因為很多中山傳統的企業都很想去你辦公室坐喝茶 即是有一個會客交流的地方 那邊就會比較方便 OK 那我們現在先搬搬升 我們現在來到Alfred另一邊的辦公團隊 我們先參觀一下他的辦公室 對 那邊其實是液創空間內源付費的那部份辦公室 可以這樣說 他會否給外面價格上有些優勢 如果是香港人來這邊創業的話 可以跟他談 我想我們看看單位和大小 我們這個單位都問了很久 他們內部的員工 雖然來說是鎮壓比比較高 從面積來說 因為如果有客人過來 一般就過來這邊 我們的調研團隊就在那邊調研 過來也很近 3分鐘 4分鐘 就隔離洞樓 對 很方便 其實這邊也很大 這裡好像120坡 我記得 那很多同事都出了工作 這裡主要是電話營銷和見客 那邊一般來說 有幾個同事出去了 那邊就是我們調研那邊 又同一時間 今天我們在做內訓 所以多幾個同事在那邊 這樣 我們進辦公室 平時客人來這邊就在這裡喝茶 對 其實這邊在內地的很多文化習慣 就是喜歡喝茶 可能香港就是喝咖啡 廣東就肯定是喝茶 廣東風宴 比較偏向喝茶 例如北一點 可能是喝酒 中國發覺文化都不同地方 差別都苦大 如果是這樣 例如平時的客戶過來這邊 其實多數是廠商 還是哪方面有 一般去到過來這邊 就是想考察我們 有些認同度覺得我們這樣 然後順便過來去談一下細節 邀請過來我們的茶室 去談談那些事情 其實你們的服務 是解決哪個方面的問題 其實我們解決兩方面 一個就是相應的學校 一些中村學生的就業問題 和一個學習的問題 更加重要的在解決企業的問題 就是缺乏人才 缺乏人手 和一個導師去幫他們做 因為有很多老闆 中山微小企業 是2000萬人民幣以下 已經叫少 在少微 所以變成很多這些企業 所以老闆一般來說 就算他們想做電商 我們發覺第一 就缺乏人手 第二 就是缺乏人才 我們經過我們 這麼多年的調研去做 我們是做到 不需要這麼大的財 經過工具 可以做到一模一樣效果的事情 然後就將這個人才和人員 和人員 輸送到這個企業 我們向企業收回這個費用 學校就沒有這個壓力 其實兩邊都可以幫到 暫時來說 這個想法比較新 我不是真的見到 就算離開中山 我都不是見到很多地方做到這件事 而做這件事 我們自己都花了兩年半三年 去重寫很多事情 因為那個人手變人才 這個過程 其實是你賦予了很多工具 賦予了很多工具 我們那個調研團隊 是調研主打兩件事 一個就是 怎樣去教人 例如我們去教人 我們實操 我們用什麼工具 去確保它 用最快的模式 可以運動整個過程一次 怎樣去管好那個流程 北京學生都需要一些推動 還有一些管理工具去走 我們自己都引用自己 一些不同的書籍 還有一些管理的表格工具 都比較厚 然後去協助我們去管理 第二就是調研玩法 就是亞馬遜最新的玩法 肯定會有各種新的更新 有些新的工具 或者是一些平台更改的規則 所以很多事情要改動 才能做到我們今天這樣 但現在這個模式 在這邊 我猜一下 其實有兩個方面 選擇了中生有兩個方面的客觀優勢 第一是這邊 我們剛才提到的 那些人才 即中專的那些 相對於用人成本 我估計應該是低一點 低很多 無論是香港還是本土 相對來說他們是低的 而且是在校的學生 第二就是這邊的小企業很多 因應這邊的環境 其實就有一種這樣的模式 你有沒有想過 假如回到香港 這樣的模式可行嗎 直搬我永遠覺得是不可行的 但如果可以利用到這個優勢 去香港的貿易企業 我覺得是可以這樣考慮的 經過疫情 第一件事 不好意思 經過疫情 我第一件事發覺 現在國內在電子化辦公方面 是很大的進展 很大的推進 我們其實用這件事 越來越 如果管理模式 你是很清晰 你該怎樣管理 不是坐在他隔壁 你才知道怎樣做 其實你可以有很多團隊 在全中國不同的地方 電子開會 OA管理 我們現在用一些協助的 OA工具 去教導他們怎樣用我們的系統 怎樣用我們的打法 去寫產品描述 用英文寫產品描述 都已經走得很電腦化 最重要是有台電腦 有網上 有電 但其實在內地 很多電商的文化 聽你這樣說 可能比香港還要有優勢 但這些工具都是開放給你 又不貴 我現在大部分工具用 整個團隊上一個 自動化的OA協助平台 三千元年 不是 六千元年 其實這些相關工具已經很成熟 相對比較成熟 相對性價比也比較高 除非你是對電腦過敏 不是的話 其實這些東西可以很方便 可以佈置不同的團隊 在不同的地方 如果你認為現在 因為你知道香港有很多情況的影響 因為我們頻道有很多觀眾都會問 如果我上來這邊創業 現在會否過了一個比較好的時間 我覺得創來這邊創業的時間段 我看不到這二三十年 所謂不會過了 我覺得是看你創什麼業 是哪一個方面 哪一個類目 或者是哪一個行業 以及你在做的事 所謂新潮度 以及新的東西是什麼 我覺得那東西反而關鍵 不是哪一道創業 我們現在很簡單 很多時候可能開會 經過微信 也好什麼都好 可能跟上海 北京都可以開會 又不會說慢 我女兒整間學校上 那時候在網課 香港現在都可能很多上網課 相對來說 其實技術解決了很多 以前是覺得大問題 現在都不是一個大問題 甚至最多是一個小問題 所以我覺得更加巧是一件事 就是這班人這個組 我不在他旁邊 我有什麼方式可以管理到他 這個問題我覺得是 怎麼說呢 不僅是今天 這個問題 一直都 每個都想解決 因為每個都做得好些 有些做得不好 80年代 90年代 很多人有什麼方法 可以有很多個分公司 但都可以做到這麼多事情 不怕東西甩 我覺得這件事 以前香港90年代 上來國內開廠 我知道很多老闆 都是這樣想 我怎樣可以在香港大間廠 在國內又可以管理好 這件事 當你頭幾年 你可能一定會在上面 但之後你怎樣去管理層 中層 職效機制 還是怎樣去走 這件事 我覺得都是 永恆去做的一個問題 OK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逆創空間這邊有這麼多資源和支持 是否中山才會有這種類型 對於我們的粵港澳青年過來這邊創業 是否中山才會有 還是有多個城市 據你了解 我會看回質量 隨便一個枯化基地 大部份城市都有 不單止是廣東省 但是去到可能 二創空間質量 就要看看 還有我覺得有幾件事 中山基本都是講廣東話為主 我覺得對一個香港人 可能對中文和那方面不一定是 那麼流利 是一個好鮮的踏腳石 你做大了 做到十幾頁 你再去深圳廣州 或者是怎樣的 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大大的問題 不過是很好的起腳石 而且中山這邊創業成本相對來說 是會比其他大城市低一點 我相信 租金等等 真的可能會比中山深深低一點 好 非常感謝 今天我們 謝謝Mango 感謝你今天 我們 Evan來參加我們這個節目 也和大家介紹了 其實將香港之前 一套比較好的經驗來到這邊 就變成另一個模式 在中山都找到一個比較好的發展出路 可以這邊也落地伸根了 過程中也有創空間 這邊的一個政策環境的支持 以及利用本地的優勢 結合自身的優勢 所以就創造了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也都回應 其實永遠都不怕遲 其實現在這個時候 最少有30年 在大灣區這個環境來說 其實香港青年回來這邊創業 都不會遲 這也是很明確的訊息 給大家 如果你想了解這方面更多的情況 歡迎你在評論區那裡 留下你的評論 我們會因應你具體的問題 到時再請教更多的導師 給更多的解答給你 今期節目我們就先談到這裡 下期再見 拜拜 你好 大家好 我叫陳怡輝 我是中國香港人 我在澳大利亞 莫朵大學那邊讀書 讀計算機跟市場學 你是什麼時候進駐到 這個空間這個平台 已經做到都要好幾年了 都好像是1819年左右 都有點忘了 疫情前我們已經在這裡了 那你說創業的具體的項目是幹什麼 創業的 現在我們創業的具體的項目 是做跨領電箱的培訓 畢竟我是計算機跟市場學學畢業 我就兩個用現在來說 最結合的就是做電子項目 我的英文比我普通話好 所以就因為在國外讀了很多年的書 所以就覺得跨領電箱可能更符合我這個知識範圍以內 當時為什麼選擇在中山創業 我當時怎麼選擇 就是我剛過來的時候 就是2002年過來中山的 然後我們香港的母公司 就派我過來進去中山一個工廠裡面做 我來的時候是做市場助理 然後我不特別懂看中文 不懂說普通話或者聽不懂文化 然後之後都在這裡慢慢 也不說太慢吧 就盡快去學習普通話 還有學習中文 也認識我老婆 現在我是三個女兒的老爹 在中山都很多很多年了 這次庫子 醫生空間給你提供了怎麼樣的幫助 醫生空間給我都比較多的幫助 第一就是他們這個位置 這個相對來說 這個租金的性價比非常非常的高 或者就是這個氛圍也是 相對來說 很多我們類似的行業的人 都會住在這裡 所以我們交流方面也是有點方便 第三個就是 我覺得特別是醫生空間 他們的內部人士的服務態度 非常非常的棒 就是什麼都事都可以聊 可以談可以去幫助 好 那目前整個團隊 我們的項目發展情況怎麼樣 目前我們的項目發展的話 就是還可以吧 我們現在特別是針對中間學生那邊去發展 就是去學校裡面去培訓 然後就向企業裡面收費 就是做一個我們叫校起到這一個結合 學校就是說中間學校就是校了 然後企業的話 就是說中山的企業 他們中山的一個非常強的一個傳統的製造業的行業 但是如果你去的這些企業比較多 你會發現相對來說 就是說利用新的模式來去比如電箱的模式 跨離電箱的模式 來去強化他們的業務 強化他們的營業額 還是有點缺陷 還是有點缺的 對比比如說深圳啊 甚至東莞啊 廣州啊 所以我們希望利用這個都市可以強化 而學生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的機會 就特別我們可以看到到很多學生在我們那邊 用我們這個非常的非常的 怎麼說 實操的模式來走 就學得更快 學得更穩 那目前 你說團隊發展中 會不會有面臨到一些問題 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中山企業來說 就還是有一點的過渡期 怎麼去從一個傳統的一個廣交會的來接單的模式 慢慢變成一個B2C的電箱的模式 很多他們都轉變不了這個 還沒完完全全能轉變那個社會 然後平均來說 很多這些老闆的年齡都 有我那麼大了 我覺得我都不覺得我很年輕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市是有這個的時間 有點拖慢有點延遲 你會介紹你身邊的朋友 一起來到一場空間嗎 介紹了不少了 好多了 如果說港澳青年來這邊發展的話 你會怎麼給他介紹一場空間 怎麼介紹中山 我覺得最重要就可能是先介紹一下國內這個文化 還有國內這個做生意現在這個模式 我覺得這個我在很多做生意的實操的理念 我覺得我都是在中山那邊學 然後我差不多可以說第一份工作 就已經就是在中山那邊開始做了 我那個時候讀完書回到香港那個時候 就他們過了幾個月的基本上派我上來 那個時候就沒人扛下來 但是然後我發現這個是我人生最 數一數二最正確的決定 可能除了除了娶我老婆之外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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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